在2012年5月20日,张博之和谢霆锋,两人正式收到了法院的离婚书。 同年8月,张博之经济公司发表声明,张博之和谢霆锋因为性格不合,而共同决定离婚。张博之和谢霆锋终究没有度过7年这样,婚姻只进行了6年就结束了。 不仅让人唏嘘,曾被人太好的金童玉女,终究敌不过世间,离婚后,张博之独自抚养两个儿子,而谢霆锋又重新回到了大自己11岁的王妃的怀抱。 时间转然,谁又能想到谢霆锋和王妃,在多次分分合合之后,居然在离上次分手10年左右的时候,再次牵手在一起,可能日就是所谓的缘分和爱情吧。 而如今谢霆锋和王妃的恋情发展迅速,在近日的中国新歌声上,谢霆锋无数次提到王妃,满脸的幸福感,估计两个人离结婚也不会很远了。 有记者问到张博之的儿子谢霆锋,借不借意王妃当你的后妈?谢霆锋回答道,爸爸喜欢就好,不得不感叹,谢霆锋真是个懂事的孩子,同时张博之教育的也很好。 谢霆锋知道儿子的回答后,很满意,开心的笑了。 其实谢霆锋和张博之离婚后,相处很融洽,不会像其他很多明星,离婚后成为了仇人。 互接对方的短处,那离婚后的和平相处,对孩子,对自己都好,你们认为呢?